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 上集我们学习了右侧上拳发球 其中 直板正手反面右侧上拳发球是一项新技术 在比赛中 凡是成熟的创新技术 往往会让对手不知如何应付 无所适从 达到出奇之胜的目的 下面我们将练习利用索学技术回接右侧上拳发球 欢迎收看 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右侧上拳球触拍后的反弹方向 由于球的旋转 球拍胶皮对球产生摩擦力 对接球者来说 球的反弹方向为左上方 同学们 现在我们学习接反手右侧上拳球 反手右侧上拳球 触拍后的反弹方向是左上方 同学们在接这种旋转球时 攀行不要过于向左倾斜 接触球的中部偏上 尽可能体现向前发力的特点 好 现在请同学们练习一下 先练习接反手位右侧上拳短球 好 康丽同学 侧身正手跳 找直线 好 张测同学 反手挑 反手挑 挑直线 好 挑斜线 好 铝套同学 侧身撇斜线 侧身撇斜线 好 康丽同学 反手推直线 推直线 好 赫飞同学 反手推直线 好 赫飞同学 反手推直线 反手推直线 反手推斜线 好 拥直线 好 拥直线 好 赫飞同学 好 赫飞同学 正手侧身挑 拥直线 拥直线 好 请观摩优秀运动员 接反手为右侧上选 短球的实战 那组系的很漂亮 说明那一个实际的时候 我感觉还是比较好的 现在我们练习 反手卫 接反手右侧上选球的长球技术 好 下面请同学们练习 康丽同学 反手攻打 斜线 好 直线 好 张泽同学 反手拉斜线 直线 往前用力一点 对 拉斜线 好 富雷同学 反手反面拉斜线 拉直线 直线 反手推挡 直线 直线 吹斜线 吹斜线 直线 反手削直线 反手削直线 直线 攻打直线 好 请观摩优秀运动员接反手为右侧上选长球的实战 现在我们练习一下接反手右侧上旋正手为短球 好 康丽同学 正手挑 好 向右侧上拨 直线 好 好 张泽同学 正手挑 好 跳直线 斜线 手臂离身体稍近 上起身体上起 靠近身体 好 吕涛同学 正手撇直线 好 傅雷同学 正手撇直线 跳斜线 好 贺飞同学 正手撇斜线 正手撇直线 好 吕涛同学 正手撇直线 控制好板形 往前送 斜线 往前送一点 好 合适同学 正手撇直线 斜线 请观摩优秀运动员 借正手为右侧上选短球的实战 我们下期 接反手右侧上旋 正手位长球 好 康丽同学 正手 正手拉 拉斜线 别顶到手上 稍微早一点 拉直线 好 好 吕涛同学 注意手腕稍微给点劲手腕 往前 往前 拉直线 身体稍微侧过去一点 好 好 负雷同学 正手攻打 好 直线 好 负雷同学 好 负雷同学 好 负雷同学 正手削 好 负雷同学 好 负雷同学 好 负雷同学 正手 负雷同学 正手拉 正手拉 拉直线 一个 拉斜线 好 观众朋友 本集我们利用所学技术 练习了接反守卫和正守卫 右侧上悬发球 到目前为止 乒乓球的单向技术 我们就介绍完了 从下集开始 我们将学习结合技术 基本战术和打法类型 欢迎到时收看 课控练习 1. 相对于接球者而言 右侧上悬球触拍后的反弹方向是哪里 2. 接反守卫右侧上 悬短球的动作要领是什么 3. 接正守卫 右侧上悬短球的动作要领是什么 4. 接正守卫 右侧上悬长球的动作要领是什么 5. 课后学习心得总结 请在视频教学专区 本集视频贴中更贴回复 奖励大量乒乓币 乒乓币可用来免费兑换各种乒乓器材 8.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